高雄四名男子聚餐喝酒 9號走路回家 途中看到路旁一輛共享電動機車 就合力把車輛倒過來 投下腳上 業者發現車輛連不上線 不想姑息這樣子的惡搞 就報警抓人 大半夜四名男子 围在共享電動機車旁 不是要騎車近 無聊當有趣 只見四人先把機車放倒 再合力把車子上下顛倒 自以為留下完美捷座 隨後拍拍屁股走人 這件機車靠著後座及車頭 支撐者整輛就倒立在車格內 而後照鏡也斷了 大使幾名男子 就是在這裡做出離譜的舉動 而仔細看地上有著 疑似倒放而流出來的油字 民眾聽聞都覺得太荒謬 事發在4號凌晨4點多 高雄延城區 五福四路及大理街口 業者發現有人搞破壞 氣得報警 追逐動手4名男子聚餐喝酒 幾杯晃湯下肚 回家途中一時興起 竟將共享電動機車逗逃災 導致車子部分受損 共享電動機車業者發出聲明 會要求賠償後續損失 目前有三名犯嫌已經到案說明 還有一名共犯查其中 犯嫌表示純粹好玩 二作劇 全案將依涉嫌回省罪偵辦 二作劇過了頭玩到沒得玩就得付出代價 其中最無辜的恐怕還是好端端停在路邊的共享電動機車 記者陳瑜王超選高雄採訪報導